最新我看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最近的这个环球时报 有一篇的社评 把三位一体 这个指向上帝的自我的启示 用在习近平先生的身上 环球时报为共产党的修宪的建议来辩护 说最近十几年来 共产党已经实现了中央军委主席 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三位一体 所以应该把这一个事实表达在宪法当中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呢 其实也是类似的 就是要使某个人的荣耀得着欠价 并且绝不肯与其他任何人分享荣耀 对吧 各位我必须说 共产党的这个修宪的建议 将一个现在还活着 将来必定要死人的名字写进宪法 又为这个人的缘故 取消国家领袖的任期限制 这就等于在十三亿人当中 将单独的一个人 从其他所有人 使得包括从他的同事和战友当中被分别了出来 各位我不是在谈政治 我是在谈一种对人的崇拜 我是在谈这个国家陷入到一种危险的 可怕的 曾经导致上帝灭绝加兰各族的拜偶像的罪当中 这不是分别为圣 这是分别为恶 所以各位我们当然会想到八别堂的故事 我们也会想到 耶和华对拜偶像的加兰各族的愤怒和审判 如果有一个人被分别了出来 那么用什么把它分别出来的 在那被分别出来的人身上 有什么样的印记 可以表明这个分别是如此的重要 如此的肯定 如此的神圣 如此的庄严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灵感动我 使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习近平的身上 没有圣灵的印记 也没有耶和华的先知的高丽 但是在你们的身上 保罗在这里宣称 各位在你们的身上 竟然有圣灵的印记 这一个印记表明 江山是你们的 万古的基业是你们的 天是耶和华的天 地他就给了你们 阿们 将来的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 是属于身上有圣灵的印记 有圣灵盖上章印上印的 神的知名的 阿们 对各位 即使在这一周将要举行的 全国人大的会议上 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 就算他们没有一个人 投反对票 三千人都赞同将他们领袖的名字 写进宪法 有同意他可以 无限期的统治他们 直到死亡才能够分开 但是弟兄姐妹们 我仍然盼望你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这仍然不可能将一个人分别出来 获得超越于全人类和法律之上的 属灵的地位 无论是军事的强权 还是群众的拥护 都不论是一个人获得他本来没有 也不应该占有的地位 因为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否认了一个人的自我加冕 无论是在政治上 还是在道德上 无论是在公共生活当中 还是在私人的生活当中 福音意味着一个人 不能够凭着他自己 也不能够凭着他人对他的肯定 而自我称义 自我称王 自我加冕 阿们 耶稣说 只有一位是义的 你为什么用义来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义的 所以自我称义 就是自我称神 就是自我称王 自我称义的实质 就是以人为神 那各位 我在这里 说到这里 我不是在说他们的 我是在说我们的 我是在说每一个 不信靠神的人 每一个自我称义的人 都是自我加冕 为王的人 各位你可能没有本事 让全社会都来肯定你 让全社会都来为你 皇陶加身 但是在我们的私人生活当中 各位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称王称霸的 至少可以修改 咱们家的宪法 罪人的实质 就是称王称霸 一个一子气死的老板 一个作威作福的丈夫 都相当于要求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他们家和他们公司的宪法里面 对不对 这样你的个人意见和个人的权威 就会成为一切争论当中的 最后和最高的权威 那不只是共产党这么干 其实我们都在这么干 是吗 在没有遇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没有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 我们的身上没有圣灵印上印的时候 我们都自己给自己盖上章 我们都自己给自己印上印 我们都称自己为王